先看视频 你们别再艾特师兄测评了 秋天满黄的大闸蟹 谁见了都迷糊呀 看差评 有酒味 蟹黄有点少 太甜了 买了蟹后没见 还有一瓶白米剪 这是一位来的广企叫大耳朵 荼毒的粉丝 艾朵测的 就你们点关注不明露 开启元分第一步有蟹 先看 漂亮 里面有大辣蟹 白辣糖 酿造酱油 黄酒 银油水 没芥 青梅酒等 它的冷藏保质蟹 只有四天 说明这螃蟹 还是挺新鲜的 又就威 打开看一下 嗯 确实能闻到一股 青梅酒的酒香 温和不冲 还能闻到一股 化煤和柠檬的果香味 盒子上也标注着 这是化煤柠檬醉蟹 煤溅入蟹 青梅酒肉的氨基酸 还能提升蟹的鲜味 一罐里面有两只 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大辣蟹个子还不错啊 挺完整的 鲜黄又点少 我就是除了它的蟹王买的 只要跟视频里不符 我得把上个大天 给它捅个窟窿 切开看一下 还不错啊兄弟们 你看这里面 满满的都是蟹王 能看出蟹肉 也是挺饱满的 也很细腻 太甜了 尝尝 嗯 兄弟们 它吃起来 确实有点甜味啊 但这个熟悉的料汁 在甜味上控制的刚刚好 一点也不好 酒香配着果香 味道非常的鲜 这蟹黄 干吃有点舍不得啊 必须吃碗大米饭 再倒上一杯 没见青梅酒 这酒色子看着还挺可以的 啊 喝起来也很清楚 梅子的香味在口腔内 远远流长 回味无穷 啊 度数不是很高 但喝完后又有一些微醺 这大拿下拼上青梅酒 真是一绝 都喝评价